可以了,你们四搜紧的报表没问题啊 你们三车进这个数,和算数的百分比不一致 哎呀,其实搞错了,要不要重新打印一份盖章 用笔改一下就行了,下次注意点 你的后勤报表也过关了 对,今天绝不完事 哦,曲与刘总 赵总啊,给你传达一下总部会议精神 下一步,处理解决一批几层的痛点读别问题 明白 赵总好 你们到机关干嘛呢 送报表 每天都要做的事 怎么那么多少 计划处,生产处,后勤处都要报,各不相同 基层读点痛点在哪里 我一出门就碰到一个典型的 你们三个处都要报表,搞得基层到处跑 不能往上报吗 上面有规定 必须只致存到 我们也没办法 改不了规矩,那也可以改进做法嘛 计划处同一收报表,再分发给其他处 车间不就只需跑一趟啊 元健,好几个车间的生产报表都有错误啊 我们的后勤报表也是,怎么没核对一下啊 你们的报表我又看不明白 自己联系侧间核对吧 赵总好 怎么孩子到处跑,不是让你们统一报给计划处吗 生产处叫我核对定证数据 后勤处也是啊 计划处只收不审 基层还要专门再跑两趟核对数据 谁怎么能行 让计划处掌握其他处的专业知识 也不现实啊 数据审核本来就是各部门分工负责 其他公司也都是这样啊 不要给我讲其他公司 我们要加快创新步伐 走到其他公司前面 走在整个区域的前列线上 成立一个数据管理专项办公室 每个处派人进驻 确保基层一趟办妥 就为让基层骚泡两部退 还要专门搞个办公室 哪有人可以派 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要派也只能派一些干活慢的老家伙 老李啊 前几天报表格式都更新了 你给车间发的还是老表 慢慢来嘛 我以前没干过 也是刚上手 又让我兼顾以前的工作 又让我审核数据 你要不满意啊 咱俩可以换换 车间嘛 你们下次直接把生产报表报给我 数据办那边你们该报报 我管不着 反正我这边一定要报一份过来 张总好 你们从数据办出来 还要去哪儿 同样的报表除了给数据办报一份 各个处还要再报一份 现在车间既要给数据办报 又要给各个触报 到底怎么搞的 做了数据办这个环节 增加了协调难度 保险起见 怎样测机的两边都报 这个问题务必解决 只能把数据办测了 各部门自己收集审核报表 恢复到以前 基层多跑个腿的事 扯淡 数据办是我们为了减少基层跑腿 落实总部精神的重大创新举措 我们可以想办法改进 但绝不能退回去 必须我们天天去测进搜报表 还要给数据办送一份 真是脱裤子放屁 基层是一趟不用跑了 我们一天跑都晚 啥也不用干了 本来就是正常工作 搞得我们天天的刁难基层一样 我们机关办事员也是底层好不好 大家都是干活的 他们只动嘴 搞得比我们还接地气似的 之前老说搞不定 现在机场不是一趟都不用跑了 就看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决心 但产生了其他问题 机关一个人 一天至少要跑五趟 加上派出到处去办的人 现在人手严重死紧 一样一样来 先解决旧问题 再研究新情况 新问题 人手不够 你们各个处可以从基层抽人上来吗 够了半天 还是我们天天在跑腿啊 性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是机关的人 确实不用基层跑腿了 我觉得以前跑个腿也没啥 赵总为啥那么当回事 我也挺奇怪的 大概是好不容易从办公室出来一回 看啥都觉得稀罕 我们通过成立数据办 彻底解决了 基层到处跑着送报表的问题 整个集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们成立个数据办就解决了 别扯了 总部开发的报表电子化系统 马上就发布了 以后网上就能报 这本来就是顶层才能解决的事 你们折腾个什么家 待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